话说严见生临死之时 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 几个侄和些家人都来轰乱着问 有说为两个人的 有说为两件事的 有说为两处田地的 分分不一 只管摇头不适 招式分开众人 走上前道 爷 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 你是为那灯盏理点的是两金灯草 不放心 恐废了油 我如今挑掉一金就是了 说吧 忙走去挑掉一金 众人看颜见生时 点一点头 把手垂下 灯时就没了气 何家大小号哭起来 准备入殓 将领酒停在第三层中堂内 刺早着几个家人 小四满城去报丧 族长严震仙 领着何族一般人来吊销 都留着吃酒饭 领了销补回去 赵氏有个兄弟赵老二 在米店里做生意 侄子赵老汉 在银匠店扯银炉 这时也公备个祭礼来上门 僧道挂起长帆 念经追见 赵氏领着小儿子 早晚在酒前举挨 伙计 蒲丛 丫鬟 养娘 人人挂笑 门口一片都是白 看看闹过头七 王德 王仁柯举回来了 起来吊销 留着过了一日去 又过了三四日 严大老官也从省里柯举了回来 几个儿子都在这边桑堂里 大老爹歇了行李 正和魂家坐着 打点拿水来洗脸 早见二房里一个奶妈 领着一个小丝 手里捧着端和和一个沾包 走进来道 二奶奶顶上大老爹 知道大老爹来家了 热笑在身 不好过来拜见 这两套衣服和这银子 是二爷临终时说下的 送与大老爹做个遗念 就请大老爹过去 严共生打开看了 促心的两套段子衣服 其真真的二百两银子 满心欢喜 随想魂家封了八分银子赏封 递与奶妈 说道 上父二奶奶 多谢 我即刻就过来 打发奶妈和小丝去了 将衣裳和银子收好 又细问魂家 知道和儿子们 都得了他些别境 这是单留于大老官的 温碧 换了孝金 系了一条白布的腰蝶 走过那边来 到旧前叫生老二 干好了几生 下了两拜 赵氏穿着重校 出来拜谢 又叫儿子磕伯伯的头 哭着说道 我们苦命 他爷半路里丢了去了 全靠大爷替我们做主 严供声道 二奶奶 人生个病的受数 我老二已是归天去了 你现今有那个好儿子 慢慢地带着他过活 叫怎的 赵氏又谢了 请在书房 摆饭请两位舅爷来陪 须余 就爷到了 坐一坐下 王德道 令地平日身体壮盛 怎么忽然一病就不能起 我们至亲的 也不曾当面别一别 甚是惨然 严供声道 其但二位亲翁 就是我们弟兄一场 临危也不得见一面 丹子古道 公而忘思 国而忘家 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 你我为朝廷办事 就是不顾思亲 也还觉得于心无愧 王德道 大先生在省 将有大半年了 严供声道 正是 殷勤人学 台州老师 举了地的U型 又替地考出了供 他有个本家在这省里住 是坐过应天朝鲜的 所以到省去会会他 不想一见如故 就留着住了几个月 又要同我结亲 再三把的第二个 令爱许 与二小儿了 王仁道 在省就住在他家的吗 严供声道 住在张敬斋家 他也是坐过先令 是汤父母的侍职 应在汤父母衙门里 同其吃酒任的 相遇起来 周庆家家 就是敬斋先生 执科作法 王仁道 可是那年 同一位姓范的孝莲童来的 严供声道 正是 王仁递个眼色 于乃胸道 大哥 可记得就是惹出 回子那一番时来的了 王德冷笑了一声 一会摆上酒来 吃着又谈 王德道 金髓汤父母不曾入联 王仁道 大哥 你不知道吗 殷汤父母 潜词入联 都取中了些 尘毛骨老鼠的文章 不入实目 所以这次不曾来聘 荆轲十几位联官 都是少年进士 专取有才气的文章 严供声道 这道不然 才气也须是有法则 假若不照题位 乱写些热闹话 难道也算有才气不成 就如我这周老师 即使法眼 许在一等前列 都是有法则的老手 荆轲少 不得还在这几个人类中 严供声说此话 因他弟兄两个 在周宗师手里 都考的是二等 二人听这话 心里明白 不讲考教的事了 九席江澜 又谈到前日这一场官事 汤父母这十栋目 多亏令地看得破 稀下来了 严供声道 这是王帝不计 若是我在家 和汤父母说了 把王小二 黄梦筒这两个奴才 腿也砍折了 一个乡身人家 有的百姓 如此放肆 王人道 凡事只是厚道些好 严供声把脸红了一阵 又彼此圈了几杯酒 奶妈抱着鸽子出来道 奶奶叫问大老爹 二爷几时开葬 又不知今年山巷可立 祖营里可以葬的 还是要寻地 费大老爹的心 同二位就业商议 严供声道 你向奶奶说 我在家不多时耽搁 就要同二相公 到省里去周府招亲 你爷的事 拓在二位旧爷旧事 祖营葬不得 要令寻地 当我回来斟酌 说吧 叫了饶 起身过去 二位也散了 过了几日 大老爷果然带着第二个儿子 往省里去了 赵氏在家掌管家务 真个是前过北斗 米烂成仓 同仆成群 牛马成情 享福度日 不想黄天无眼 不又善人 那小孩子出气添花来 发力添热 医生来看 说是个险症 药理用了膝脚 黄脸 人牙 不能管江 把赵氏集的到处求神许愿 都是无益 到七日上 把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 赵氏此番的哭泣 不但比不得哭大娘 并且比不得哭二爷 直哭的眼泪都哭不出来 整整地哭了三日三夜 打发孩子出去 叫家人请了两位舅爷来商量 要立大房里第五个侄子乘次 二位舅爷愁愁道 这件事我们做不得主 况且大先生又不在家 儿子是他的 须是要他自己情愿 我们如何应做主 赵氏道 哥哥 你妹夫有这几两银子的家私 如今把个正经种去了 这些家人小四都没个头奔 这历死的事是缓不得的 直到他伯伯几时回来 见毙第五个侄子才十一二岁 立过来 害怕我不会腾热他 教导他 他伯娘听见这个话 恨不得双手送过来 就是他伯伯回来 也没得说 你做舅舅的人 怎的做不得着 王德道 也罢 我们过去替他说一说吧 王仁道 大哥 这是那里话 宗司大事 我们外星如何做得主 如今姑奶奶若是急得很 之后我弟兄两人公写一字 他这里叫一个家人 连夜到省里请了大先生回来商议 王德道 这话最好 料想大先生回来也没得说 王仁摇着头笑道 大哥 这话也且在看 但是不得不如此做 赵氏听了这话 摸头不着 只得一纸言语写了一封字 请家人来赴连夜赴省街大老爹 来赴来到省城 问着大老爹的下处在高底街 到了狱处门口 只见四个戴红黑帽子的 手里拿着鞭子 站在门口 吓了一跳 不敢进去 站了一会 看见大老爹的四斗子出来 才叫他领了他进去 看见厂厅上 中间摆着一层彩轿 彩轿旁边竖着一把遮阳 遮阳上贴着吉卜仙正堂 四斗子进去 请了大老爹出来 头戴纱帽 身穿园林补符 脚下坟底造穴 来付上钱磕了头 递上书信 大老爹接着看了 道 我知道了 我家二相公恭喜 你且在这里伺候 来付下来 到厨房里 看见厨子在那里办喜 新人房在楼上 张剑摆得红红绿绿的 来付不敢上去 直到日头平息 不见一个吹手来 二相公带着新方巾 披着红 沾着花 前前后后走着着急 问吹手怎的不来 大老爹在厅上嚷成一片声 叫四斗子快传吹打的 四斗子道 今日是个好日子 八千银子一般叫吹手 还叫不动 老爹给了他二千四分低银子 又还扣了他二分等头 又叫张副礼仪着他来 他不知今日应成了几家 他这个时候怎的来 大老爹发怒道 放狗屁 快替我去 来迟了 连你一顿嘴巴 四斗子骨兜着嘴 一路续锅了出去 说道 从早上到此刻 一碗饭也不给人吃 偏生有这些臭排场 说吧 去了 直到上登时候 连四斗子也不见回来 台新人的教夫 和那些戴红黑帽子的 又催得很 听上的课说道 也不必等吹手 及时已到 且去迎勤吧 将掌扇牵起来 四个戴红黑帽子的开道 来复跟着叫 一直来到周家 那周家厂听甚大 虽然点着几盏灯煮 天井里却是不亮 这里又没有个吹打的 值得四个戴红黑帽子的 一地一生 在黑天井里喝到 喝个不了 来复看见 不好意思 叫他不要喝了 周家里面有人吩咐道 戴上眼老爷 有吹打的就发酵 没吹打的不发酵 正吵闹着 四斗子领了两个吹手赶来 一个吹箫一个打鼓 再听上滴滴打打的 总不成个腔调 两边听的人笑个不住 周家闹了一会 没奈何 值得把新人叫发来了 新人进门 不必细说 过了时潮 叫来富同四斗子 去写了两只高腰船 那船家就是高腰线的人 两只大船 银十二两 立即到高腰赴银 一只壮的新郎 新娘 一只严共生自作 择了几日 辞别庆家 借了一副朝鲜正堂的金字牌 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 四根门枪插在船上 又叫礼班吹手 开锣掌伞 吹打上船 船家十分畏惧 小心服侍 一路无话 那日降到高腰线 不过二三是离路了 严共生坐在船上 忽然一时头晕上来 两眼昏花 口里做恶心 也出许多清坛来 来斧桐四斗子 一边一个 架着脖子 只是要跌 严共生口里叫道 不好 不好 叫四斗子快丢了去 烧起一壶开水来 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 一声不倒一声的哼 四斗子慌忙同船家 烧了开水 拿进舱来 严共生将要是开了箱子 取出一方云片膏来 约有十多片 一片一片 包着吃了几片 将肚子揉着 放了两个大屁 灯食好了 剩下几片云片膏 搁在后额口板上 半日也不来查点 那掌舵架 常害蝉牢 左手扶着舵 右手拈来 一片片地送在嘴里了 严共生只坐不看见 扫客 传拢了码头 严共生叫来复宿 叫他两成轿子来 摆起直视 将二相公同新娘 先送了家里去 又叫些码头上人 来把香笼都搬了上岸 把自己的行李 也搬上岸 船家 水手 都来讨喜钱 严共生 转身走进舱来 眼张失落的 四面看了一遭 问四斗子道 我的药往那里去了 四斗子道 何曾有肾药 严共生道 方才我吃的不是药 分明放在船板上的 那掌舵的道 像是刚才船板上 几片云片膏 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 小的大胆就吃了 严共生道 吃了好见的云片膏 你晓得我这里头 是些什么东西 掌舵的道 云片膏无过 是些瓜人 核桃 羊糖 粉面做成的了 有什么东西 严共生发怒道 放你的狗屁 我因素日有个晕病 费了几百两银子 喝了这一料药 是省里张老爷 在上党做官 带了来的人参 周老爷 在四川做官 带了来的黄莲 你这奴才 猪八戒吃人参果 全部知滋味 说得好容易 事云片高 方才这几片 不要说值几十两银子 半夜里不见了枪头子 闹到贼肚里 只是我将来 再发了晕病 却拿圣庙来医 你这奴才 害我不前 叫四斗子开白侠 写帖子 送着奴才到 唐老爷压里去 先打得几十板子再讲 掌舵得下了 陪着笑脸道 小的刚才 吃得甜甜的 不知道食药 只说是云片高 严共生道 还说是云片高 再说云片高 先打你几个嘴巴 说着 一把帖子写了 递给四斗子 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 那些搬行李的人 帮船家拦着 两只船上船家都慌了 一起道 严老爷 而今时他不是 不该错吃了严老爷的药 但他是个穷人 就是连船都卖了 也不能陪老爷这几十两银子 若是送到县里 他那里担得住 如今只是求严老爷开恩 高抬贵手 竖过他爸 严共生月 发脑得暴躁如雷 搬行李的脚子 走过几个道船上来道 这是原始你船上人不是 方才若不如 试着紧地问严老爷要洗钱 酒钱 严老爷已经上教去了 都是你们拦住那严老爷 才查到这个药 如今自知理亏 还不过来向严老爷 跟前磕头讨饶 难道你们不赔严老爷的药 严老爷还有些贴于你不成 众人一起那着掌舵的磕了几个头 严共生转瞒道 既然你众人说 我又喜事匆匆 且放着这奴才 再和他慢慢算账 不怕他飞上天去 骂臂 杨长上了轿 行李和小四跟着 一哄去了 传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 严共生回家 忙领了儿子和媳妇拜家堂 又忙得请奶奶来一同受拜 他魂家正在房里抬东抬西 闹得乱哄哄的 严共生走来道 你忙什么 他魂家道 你难道不知道 家里房子窄别别的 同共值得这一间上房 媳妇欣欣的 又是大家子姑娘 你不挪于他住 严共生道 呸 我早已打算定了 要你瞎忙 二房里高房大厦的 不好捉 他魂家道 他有房子 未慎得与你的儿子住 严共生道 他二房无子 不要利私的 魂家道 这不成 他要记我们第五个礼 严共生道 这都由他吗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我提二房利私 与他什么相干 他魂家听了这话 正摸不着头脑 只见肇事这人来说 二奶奶听见大老爷回家 叫请大老爷说话 我们二位就老爷 也在那边 严共生便走过来 见了王德 王仁 知乎也褶了一顿 便交过几个管事家人来吩咐 将正宅打扫出来 明日二相 公同二娘来住 照是听的 还任他把第二个儿子来过去 便请舅爷 说道 哥哥 大爷方才怎样说 媳妇过来 自然在后一层 我照常住在前面 才好早晚照顾 怎道叫我搬到那边去 媳妇住着正屋 婆婆倒住着厢房 天地世间 也没有这个道理 王仁道 你且不要慌 随他说着 自然有个商议 说吧 走出去了 彼此谈了两句淡话 又吃了一杯茶 王家小私走来说 同学朋友 候着坐文会 二位坐别去了 严共生送了回来 拉一把椅子坐下 将十几个管事的家人 都叫了来吩咐道 我家二相公 明日过来成绩了 是你们的新主人 需要小心伺候 赵新娘是没有儿女的 二相公只认得她是妇妾 她也没有还站着正屋的 吩咐你们媳妇子 把裙屋打扫两间 替她搬过东西去 腾出正屋来 好让二相公歇宿 彼此也要避个嫌疑 二相公称呼她新娘 她叫二相公 二娘是二爷 二奶奶 再过几日 二娘来了 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 然后二相公过去坐一 我们乡神人家 这些大理 都是差错不得的 你们个人管的田房 利息账目 都连夜暂造清晚 先送于我主席看过 好交与二相公查点 比不得二老爹在日 小老婆当家 凭着你们这些奴才 朦胧作弊 此后若有一点欺饮 我把你这些奴才 三十板一个 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里 追攻本饭迷离 众人硬落下去 大老爹过那边去了 这些家人 媳妇领了大老爹的言语 来催赵氏班房 被赵氏一顿臭骂 又不敢就办 平日嫌赵氏装尊 作威作福 这时偏要领了一般人来访里说 大老爹吩咐的话 我们怎敢为傲 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 他若认真动了气 我们怎样了的 赵氏好天大哭 哭了又骂 骂了又哭 足足闹了一夜 此日 一乘轿子 抬到县门口 正值汤知县做澡堂 就喊了冤 知县叫补禁辞来 此日发出 养族亲出父 赵氏备了几锡酒 请来家里 族长颜振仙 乃城中十二都的相约 平日最怕的是颜大老官 仅虽坐在这里 只说道 我虽是族长 但这是以亲房为主 老爷批处 我也只好拿着话回老爷 那两位舅爷 王德 王仁 坐着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 总不至一个可否 那开米店的赵老二 扯淫补的赵老汉 本来尚不得台盘 才要开口说话 被严供生睁开眼睛 喝了一声又不敢言语了 两个人自心里 也才话道 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两个 把我们不愁不才 我们没来由 今日为他得罪眼老大 老虎头上铺苍蝇怎的 落得做好好先生 把个肇事在屏风后 挤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 见众人都不说话 自己搁着屏风请教大爷 数说这些从前以往的话 数了又哭 哭了又数 垂胸跌脚 好作一片 严供生听着 不耐烦道 向着泼妇 真是小家子出身 我们乡绅人家 那有这样规矩 不要脑犯了我的性子 揪着头发 臭打一顿 当时叫没人来领出发架 赵氏月发哭喊起来 喊得半天云里都听见 要奔出来救他 撕他 使几个家人媳妇劝住了 众人见不是事 也把严供生扯了回去 当下各自散了 次日 商议血浮成 王德 王仁说 身在洪宫 骗子不入宫门 不肯列明 严震先直地混账付了几句话 说 赵氏本是且浮正 也是有的 据严供生说 与律力不合 不肯叫儿子认作母亲 也是有的 总厚大老爷天断 那汤之县 也是妾生的儿子 见了复承道 律设大法 理顺人情 这贡生也推多事了 就批了个极长的批语 说 赵氏既付过正 不应只管说是妾 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计 听赵氏自行简责 利闲利爱可也 严贡生看了这批 那头上的火纸 冒了有十几丈 随机写 乘到府里去告 府尊也是有怯的 看着觉得多事 养高腰先查案 只嫌查上案去 批了个如想脚 严贡生更急了 到省府案查司一状 私批 细顾父父先控礼 严贡生没法了 回不得头 想到 周学道是亲家一族 赶到经理 求了周学道 在部里告下状来 务必要证名分 只因这一去 有份叫 多年名宿 近藩又多高科 英军少年 一举便登上帝 不知严贡生告状的准否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